很多人问我中国驾照在俄罗斯能用吗 哈喽大家好小鱼啊 因为我现在在俄罗斯 所以说呢就有 大家有很多问题想问我 问我最多呢就是 咱们中国驾照在俄罗斯能用吗 答案是能用 但是呢必须得翻译一下啊 是这样的 就是咱们中国的驾照在俄罗斯啊 他们是认可的 但是咱们必须把咱们的驾照翻译成俄文 然后到公众社公众 这个翻译成俄文这个呢 你还不能随便的翻译 你必须得找有这个翻译证的 有资质的人员给你翻译 然后他拿着他的翻译证 到当地的有效的一个公证处 盖章就行了 咱们现在去那个公证处啊 又叫车了 咱们看这个司机开车抹不抹啊 拉斯维尖 哎呀 刚才那呢就是那个公证处 当然呢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哈 我们也没这么大能耐 是找了当地的一个朋友 然后他的老婆呢是俄罗斯人 有这个翻译证 他帮我翻译了一下 然后带我去办理的 嗯办理这个呢不是免费的啊 花了一千两百卢 当然我找朋友带我去 他只是收了一个公本费 如果说你们找这些代办啊什么办 可能价钱会相对来说高一些啊 我是为了省钱舔个大脸 后着脸皮找人家 人家帮我弄了啊 然后现在给你们看看 弄完的这个驾照 那这个呢是我驾照的复印本啊 复印件 然后下马这张呢 就是他给我翻译的啊 翻译成俄文的 我的这个驾照啊 都翻译成俄文了 最重要呢是最后面看到了吗 是这几个章 看见了吧 就卡的这几个章 那个哥跟我说啊 我现在拿着这个就能开车了 说我必须拿着咱们的中国驾照啊 中国驾照是没有改动的啊 中国驾照还是这样啊 主要我拿着咱们中国的驾照 然后再拿着它 就可以在俄罗斯开车了 它主要就是会看一眼 因为这个是反正面的嘛 它主要是会这样看一眼 看一眼这个驾照 然后再看这个章 然后有效期是多久呢 其实它是跟着咱们驾照 有效期走的啊 咱们驾照是多长时间 这个就多长时间有效 就是你办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他说如果说啊 你这晚上碎了 你可以再重新去办 但是如果说它一直好好的话 你就一直用着就行了 看见了吧 这个就是我爸玩的这个俄罗斯的驾照 其实就是咱们的驾照 拿了一个翻译件卡上出 在俄罗斯就可以开车了 然后我也问了 我说国际驾照在俄罗斯好不好使 然后那个哥跟我说就是 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怕这个不准成 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支付宝上就能申请这个国际驾照 原来现在能不能申请我不知道 反正我没申请 但是我知道有一阵子说 可以在支付宝上申请这个国际驾照 国际驾照拿到这好不好用 他说他也不知道 他怕不准成 因为毕竟俄罗斯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吧 就是警察查你的时候 那是警察说了算 警察说你不合格 那你就不合格 但是咱们拿到这样的驾照呢 那是百分之百好使的 知道了吧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 我在俄罗斯就可以开车了 但是呢 我还没有车 我在研究研究车啊 到时候